嗨,大家好,我是达林 我是宾娜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汽车的故事 说到汽车,大家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奔驰的第一辆散热车 其实就和摩托车一样 不管你是在新闻还是杂志 还是有关于汽车博物馆里面 其实都把很多重要的环节给埋没掉了 如果按照那些新闻报道的话 今天的汽车就不应该叫汽车 应该叫油车才对 除了奔驰第一台汽车之外 在汽车发明的路上还有哪些重要的过程 下面就让我们来揭开谜底吧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关于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一张画 这张图是莱昂纳多达芬奇在1500年炒回的一辆五马的机械手推车 像他的许多设计一样 这张画只是把他的想法画了出来 但是这是历史上第一款自行式的车辆 和第一台可编程机械 实际上他的设计是非常出色 以至于按照莱昂纳多的规格制造的话 至少要两个设计 因为要在车内制造出复杂的齿轮系统 需要非常精密的机床 这辆汽车最有可能是为了莱昂纳多的一位VIP客户而设计的 当时那些有钱人想用这家伙 给这个来参加宴会的客人彰显一下自己的身份 显示自己不同 也算是当时的高科技了 这台利昂纳多的汽车是利用弹簧做驱动的 因此在移动之前必须上好弦 这台车在行驶过程中 是按照提前设定的路线点转动 那关于这台车呢 它也是第一个将人类引入转向柱的创造来源 它还具有链条和齿轮系统 在当今所有制造的汽车转向总程中都可以找得到 像以前马车也没有转向 就是两个轮子 牵着马走就行 所以它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那这个转不了弯吗 可以转啊 它不是说都是自动的 咱们俩做那个玩具不就是 它走一走前面是直动转的 包括动力转向系统 那根据弹簧直径 和有关利昂纳多设计的说明 那估计该机器可以自行移动40米左右 那么现在这台车很多模型都可以买得到 自己来组装玩一玩 这是最早人类对汽车的设想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当时的人类还有什么想法 造出什么样意想不到的汽车 在1600年位于荷兰谢伟林的 史蒂芬·路斯 用车轮建造了一辆战车 它是由风驱动 其风数自大 以至于它将8到10个人 从谢伟林到普腾 相距约40公里的距离 两个小时内就可到达 可是风力车不太实用 没有风的话只能静止 或者汽车步行 只是玩一玩就算了 也没有撑什么气候 那再后来又有什么样 骑行怪状的汽车出现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法国人尼古拉斯·约瑟夫 库格若 于1769年制造了 带有蒸汽也行的自行式车辆 该车当时是为了军队 移动火炮而设计的 以移动速度3.2公里的速度设计 每20分钟左右 必须要停一次车 重新烧一锅水 才能继续前进 或者是重新加炸火 这是第一个 不是玩具的蒸汽火车 是真实存在的 这辆车意图是能够运输约4吨 并以最高4公里的速度 都没有积蓄下来 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人 其实是最有意思的 他是荷兰著名物理学家 克里斯·迪安·惠根斯 在1600年设想 在内燃机中使用火药作为燃料 更猛 炸废了 当时被称为假火药发动机 也被称为爆炸发动机 或者直接就叫惠根斯发动机 并胜称制造的模型 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工作效率 并继续主张 即传统汽油发动机 可以用火药运行 但是这个发明 没有任何成功转换的例子证明 这张图片是惠根斯火药发动机 在1862年的示意图 其中一小撮火药产生的马力 可以将8个男孩举升到空中 那用火药坐车也挺危险的 万一爆炸怎么办 是的 所以说这个人没实现 也没有转换例子 应该是当时被炸废了 我想现在卡应该是惠根斯 当时想要做的就是现在的火箭 只是他的思想太前卫 别人没有远见 没人敢投资 如果是现在 估计他和马斯克 已经成为了最好的搭档了 应该是 现在我们把时间转回本池 一等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的电动车很有可激感 嗯 你觉得是不是很有可激感 是的 你们都想错了 为什么 先透露一下消息 如果不是福特汽车 可能我们现在满大街跑的都已经是电动车了 哦 下面就赶快来看看为什么吧 对 根据阿特莫斯道的说法 这两个发明家被公认为是独立发明了第一款电动汽车 一位是苏格兰发明家罗伯特·安德森 和美国发明家托马斯·达文伯特 这两个人呢 经过几代的电池更新 从不可充电的电池到可以充电的电池等各项发明后 电动汽车继续受到欢迎 在1895年美国第一场汽车比赛中 从芝加哥到伊利诺伊州沃基根的52英里长的冲刺 然后返回 冠军花了10小时23分钟 平均时速8公里 据史密森尼杂志报道 其中有6辆参赛车 这其中呢 有两辆是电动车 能源部数据显示 到1900年 纽约市出租车服务 已经拥有了60台电动汽车 而当时 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汽车 都是电动车 那个时候就有电动车了吗 对啊 那怎么越发展越 就没有 当亨利福特在1908年推出的廉价高质量的T型汽油动力车时 汽油车开始普及 那么电动汽车呢 开始衰落 那个时候要是没出来的话 那电动车一直就是越来越好了 反而 那到现在我们是不是都 都直接飞上天了 无人测了 到1920年代 汽油变得更便宜 而且供应于获得 那并且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开始乘车去更远的地方玩 那么电动车不具备汽油车的动力 和汽油车的续航里程 因此汽油动力汽车 成为首选汽车 那不过今年来 电动汽车卷土重来 那看看特斯拉的股票 就知道了 所以前面我说的 如果不是福特车当年 劫持了电动车的发展 也许今天的电动车要比汽油车性能 还要高出好几倍都是不一定的 现在再来说一下 这台奔驰散热车 让我们好好认识一下它吧 卡尔·奔驰1844年 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城市的 卡尔斯·鲁厄 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 在奔驰两岁时呢 始于交通事故 尽管家境贫穷 但奔驰的母亲 非常支持他和他的教育 那么他在15岁时 考入当地的卡尔斯·鲁厄大学 并于1864年 以机械工程学位毕业 但毕业后奔驰的第一笔生业 却以失败告终 然而他的新婚新娘 贝莎林格 用驾状资助他建造了一个 新的汽车发动机工厂 凭借营业利润 奔驰得以以自由的建造 无马力的汽油车 那么1886年呢 为三轮车申请了专利 这种汽车被称为摩托 这是第一款真正的现代汽车 奔驰还为其申请了自己的 截门系统火花筛 变速感 水散热气 化油器和其他基础设施的专利 到了1888年 他的爱人薄莎决定 是时候进行发布式 奔驰才开始 私人制造了三辆远行车 一天薄莎在庆城拍摄了新车型 并把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带上 驾驶到了66英里处的母亲家 一路走来 他时不时整理皮鞋 发卡和吊单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车轮胎都是实际的 路也不好 走一走 蹲一蹲 就变形了 一会儿衣服掉带掉了 一会儿头发变形了 这次成功的旅行之后 回来了他向奔驰展示了如何改进汽车 并向公众表示汽车多么实用 第二年奔驰在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上展示了 Model 3的Model Wagon 那奔驰最终建立了一家汽车公司 如今仍是戴姆勒集团 奔驰于1929年去世 据他与汽车制造商 哥特利布戴姆勒的公司合并 形成了今天的奔驰公司戴姆勒集团 仅仅过了两年 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 1888点世界上第一台奔驰骑车 和我们最开始讲的莱昂纳舵达芬奇 在1500年代初炒汇了一辆5码的机械手推车 实际上将莱昂纳舵达芬奇这张画 真正实用到现实中 其实花了三个多时间 只是当时的这个机械手推车呢 没有想象到上面安装两个座椅而已 但是从奔驰的第一台车问世之后 各国纷纷挤进汽车行业 最后就连日本最初的纺织企业丰田 也转行进了汽车行业 而且做得丰盛随其 那么经过世界各国几百家车企的努力 现在汽车的进步 我们大多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每年都有几项关于汽车的创新技术 那么说到这里 奔驰这辆三人车被认为 世界上第一辆汽车 可以说它是当时的贵 也有什么目共睹的 其实也有一点 在这个敬意中 的时候 还会想到真正义 这件事